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今晚连上特大贸易东西本市 因路面积水造成多处路段瘫痪 支持众多车辆被关 舅妈 您太大了 我完全回不去了 喂 喂 破心汉 能不能快点 这天儿多了吗 把我媳妇动的什么样了 啊 停车呀 啊 停车呀 黑影已经暂物了 然后人就跑了 黑影啊 肯定是冲人去的 我好像记得 黑影跟着很高 来来来说说说 年纪其心啊 干这么买汉山啊 不是他 刚才我一直在他的房间里 跟他商量明天的行程 他怎么会跑到你们的房间去呢 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大山里突然下起了一场暴露 我们的六名游客 不约而游地躲进了人家小女孩 午夜时刻 有一个黑影 闯进了这对新婚夫妇的房间 啊 停车呀 是谋财 还是对独自睡在房中的新娘 有什么不良起 有人怀疑 黑影是这个叫你一位小伙子 但是 和他一起来旅游的妈妈 否定了这种客户 到底是谁呀 不对呀 大大大 刚才您说跟他在房间里说话 谁能证明啊 我和我儿子在房间里说话 怎么可能有别人听到呢 再说了 我们也不需要别人证明什么吧 行了 可以回房间休息了吧 这都几点了 别说了 我想起来了 大姐被黑影吓着过来喊我的时候 这位大哥就一直紧跟在他身后 对好 说说吧 你谁要干嘛的 一下来这半天 一会分析这个 一会分析那个 你到底干嘛的 对呀 说话呀 可以进我房间的时候 你在哪儿 在干什么 说说吧 现在 怀疑的对象闻到 站在他们的地上 这种怀疑 当然是成绩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旅馆发生的案件 理论上 所有游客都有可能作案 而我 一个单身的男性背包客 事发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事发后 又表现出不寻常的热心 的确有几分无关 很显然 如果一个来路可怜的男子 有着反常怪异的行动 配合 大多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犯罪依据 需要弄清楚 是这个人的真实身 一个神秘多近的成功男士 一段天赐良缘的美妙恋情 在这之中 却充满了诸多的反常 尴尬和诡异 这天一大早 房城港市公安局 港口分局 行政大队的办公室里 出现了一位自称姓孟的女士 孟女士告诉警方 她是房城港市 一家贸易公司的白领 大学毕业后 交过两个男朋友 但因各种原因 最终都没能走到一起 过了25岁还没成家 父母便开始催促 自己也有些着急 于是通过各种渠道 寻找结婚对象 2013年8月 她在某交友网站上 注册了一个账号 11月初 收了一封来自会员 南海长城的邮件 心境中称 自己真诚争婚 叫我留下联系方式 然后我就在那名男子 信件中留下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 那名男子就给我发了信息 在短信中 那名男子自称是林海南 当时她林海南的身份 她是一个新加坡籍的华人 在南宁有一家 就是说 专门做玻璃制品加工 以及还有加工那些丝绸 布料的生意的一个老板 30多岁 通过网上和电话的多次沟通 梦女士逐渐对林海南产生了好感 很快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11月15日 林海南向孟女士提出了见面的请求 并索要生辰八字 声称要找大师算算 因为她说她是做生意的 所以孟女士也就没有太多想 就把自己的生日给了她 因为她也知道 做生意的人 其实是挺讲究这一块的 就是说两个人八字合不合 然后没多久 林海南就告诉孟女士 说他们俩八字非常合适 同时林海南还告诉孟女士 大师说 婚前的一切费用 都由女方献出 两人关系才能长久 林海南向我要了一张 中国银行的空卡 她说 空卡是为了在上面提亲的时候 把之前我为她付的这些费用 还有提亲的彩礼钱一起给我 会打八十八万元的彩礼 到孟女士的那张银行卡里面 能够遇到条件如此优越的男人 再加上对方说彼此是天作之合 孟女士觉得 钱垫付费用也并不吃亏 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但很快 林海南又提出 大师说为了两人关系稳固 第一次必须得在宾馆见面 也是觉得说自己可能也是对林海南 也是真正动心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 下班后 孟女士按照林海南的指示 在桂林路的一家酒店开好房 等待四位谋面的男友 见了面以后 孟女士看了这个行人 也是挺能说会道的 但是他心里面没有这么防备心理 按照婚前费用 全部由女方垫付的约定 孟女士跟酒店结清了住宿费 并在离开时给了林海南一笔钱 就叫我给了一千两百元 给他做来回南宁的车费 当时我就给了他一千二百元现金 两人分开后 林海南自称回了南宁 孟女士在房城港 继续等待他的如意郎君 在2013年11月20日的时候 林海南打电话过来说 他从南宁下来 想跟我见一面 问我要来回南宁的车费 和时速费 孟女士完全坠入了爱河 尽管不能天天和男友见面 但短信电话往来 却一直不断 一个礼拜后 林海南告诉他 为了不暴露自己尊贵的身份 所以和孟女士见面 都不能穿自己昂贵的衣服 而是向员工租借的普通服装 两次见面租医费 共花了一万四千元 我现在11月28日那天 汇了五千一百元 11月29日那天 我又去银行汇了两千元 到他卡上 12月18日 林海南打电话过来 说他去银行取那七千元 租一服的费用的时候 被劫匪打劫了 七千元都被抢走了 叫我再汇七千元过去 就这样 孟女士分三次 汇款给林海南 共一万四千二百元 尽管如此 林海南平日 对孟女士的嘘寒问暖 关心体贴 让她仍对这个男朋友 没有丝毫怀疑 这个行人就抓住了这点 然后就编织了各种理由 来向受害者提出钱财 那个要求 这些理由包括 林海南生病需要的营养品费 两人沟通了电话费 请大师为孟女士亲戚 做法制的费用 以及在取这笔费用的途中被抢 需要再汇款等 而对于这些要求 孟女士几乎一亿满足 分十五次 共汇款给林海南七万余元 全部汇在以自己名义开户的 当初给林海南的那张中国银行的卡里 他自己那个办公室的秘书 另外的手机号给孟女士发展信说 说其实他自己也很喜欢那一个林总 但是呢 他们林总已经很明确的拒绝他 这样就更加坚定了说 孟女士觉得说 这个林总肯定是一个真正的爱他的一个男人 孟女士告诉警方 在他和林海南交往的过程中 除了林海南本身之外 还有八个电话号码 跟他有过短信往来 包括林海南的父母 秘书 助理 车间主任 办公室主任 客户等 孟创成各种身份 来跟孟女士发展信 也为了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说他确实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然后手下有多少多少员工 因此对未来的生活 孟女士有着无限憧憬 直到2014年4月28日 才如梦出行 那天我在港口采珠市场 碰见林海南 当时我就觉得很吃惊 因为林海南一直都称 自己在南宁做生意 为什么会出现在港口呢 当时的林海南穿着极为随意 与华侨豪门公子形象大相径庭 这巨大的反差让孟女士一时难以接受 我当时就拉住林海南 想叫她跟我解释下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然而一不留神 林海南便挣脱孟女士的手逃跑了 之后她把所有的跟孟女士的联系方式都中断了 所以这个孟女士真正的怀疑 这个可能是一个真正诈骗 根据孟女士提供的信息 警方查询了与她联系的八个号码的短信记录 发现林海南曾通过各种身份 让孟女士得知自己为了还没爱情而刺杀七次 其中四次未死 有三次则通过大师做法事死而复生 这一切如此荒诞 孟女士真的从未质疑 她所说的是否属实呢 警方决定何时清楚 他们两个资金往来只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当面的现金交易 还有一方面都是 她有一张卡 是孟女士开给这个信息人类 然后她是存在 每次都是如果要钱的话 她会把这个钱存在这个银行卡里面 警方调查了指定银行卡的资金往来 发现确实有十来次来自孟女士其他账户的资金转入记录 五次现金存入 总数额近七万元 由于时间较长 警方只调取了最近一次取款的监控录像 发现取钱的人 是一名戴着头盔和口罩的奇怪男子 不像我们正常人去取钱 是很大方的去插卡怎么样 他是很犹豫的 他会彷徨 看看周围有什么人 警方判断 这门男子应该就是孟女士口中的林海南 最后按照孟女士提供的情况 在两人约会着三家酒店 警方也找到了对应时间孟女士的入主登记记录 发现确实有这回事 跟那个孟女士说的很吻合 如果不尽快找到林海南 必定会有更多的女性受害 防尘港市公安局港口分局决定正式立案调查 首先搞清楚林海南的真实身份 根据孟女士提供了线索 他说林海南这个人 他是新加坡籍的华侨 然后大概36岁 祖籍是浙江的 之前在浙江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搬到的新加坡去的 现在就从人回来做生意 如果事实真如林海南所说 浙江的户籍部门必定会有他的相关资料 侦察员立即发送截查函 请求浙江警方的帮助 浙江警方回复我们说 就是不存在有一个所谓的叫林海南的 这样一个人有那个签出户口的记录 那么涉案男子用的是不是真名呢 警方将对象年龄段扩大到30至50岁 在全国共找出268名叫做林海南的男子 并将所有男子的户籍照片 交给孟女士进行辨认 孟女士辨认之后 都发现没有这个所谓的行人出现 然后我们就更加深信 这个林海南的身份 还有华侨这个身份都是虚假的 连名字也是假的 这个所谓的林海南究竟是谁呢 据孟女士所说 与林海南相关的有八个手机号码 与他有过联系 那么找出任意号码的机主应该就能查出林海南的真实姓名 然而结果却仍然令人大失所望 他的几个号码全部使用的都是那种不记名的 我们所谓的那个太空卡来进行登记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确定他的那个真实的那个身份 此时林海南在交友网站的账号已经注销 电话也联系不上 他和孟女士先前的联系途径只剩下QQ 警方决定从此入手 假扮单身女青年试着与其接触 同时将搜集重点放在林海南曾经出现过的采出市场 莫女士跟我们描述这个嫌疑人当时候是 她是身高是一米七几左右 年龄是三四十岁左右 圆脸偏胖 然后是口音是不像我们本地的 皮肤也是有点偏白 采出市场附近小区较多 几乎都是出租房 因此仍然流动性大 民警找到了所有小区内居住时间 长达十年以上的当地居民 进行秘密的走访和调查后 果然有了重大收获 就当地的居民反应 确实好像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在那个小区里面出现过 与此同时 负责用QQ跟林海南联系的民警 也有了重大发现 发现这个嫌疑人 他登陆的那个地址 都是在我们采出市场附近 种种的一个信息点 会和我们发现这个人可能在这居住 然而只是有人见到林海南 在附近出现过 至于他具体住在哪里 却无人知晓 采出市场地形复杂 一一排查必定会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 着重从附近的网吧落手 寻找林海南的下落 把这个体貌特征告诉这个网吧的老板 跟那个网管是否有见过这样一个 体貌特征的人员进出 将所有网吧老板提供的人员信息汇总后 警方发现 有七名体貌特征与林海南相似的男子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竟没有一个是警方要找的林海南 这个男人应该就在附近 却依然行踪成迷 林海南究竟藏身何处 我们就在那个小区附近 就每天在他那个下班的时间 进行那个伏击守候 侦察员们相信 只要切而不舍 就一定会等到林海南的出现 果然在三天后 一名体貌特征与林海南极其相似的男子 进入警方视线 我们就在街上偷偷地拍了他的照片之后 拿回去给莫女士看 但是很遗憾 他又不是那个莫女士口中的林海南 同时 另一组民警的工作开展的也并不顺利 按照计划 加林海南没QQ好友后 这个男人对侦察员扮演的四名卫国女青年 并没有太多兴趣 总是爱搭不理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我们就仔细分析了莫女士的特征 首先莫女士已经有26、27岁了 就是说在我们的话说来 就是属于大林单身女青年 其次莫女士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每个月有30千块钱的那种固定的收入 然后家里面的家庭环境也不错 警方分析 林海南物色的对象应该和梦女士的条件相似 这一次 女民警将自己伪装成28岁的房地产公司财务人员 月收入5000元左右 家境殷实 有房有车 主动加林海南为QQ好友 果然这一切非常吸引对方 在聊天中 林海南不仅显得极为热情 而且很快提出了见面的请求 和对待梦女士一样 林海南仍然提出婚前由女方负责一切费用 以及第一次见面地点必须为宾馆的要求 眼看嫌疑人就要出现 对于这些要求 女民警都爽快地答应了 按照林海南的指示 民警在指定的酒店开了一间房 并做好周密的部署 等待目标的出现 也不知道是林海南有所察觉了 还是他真的是有什么事 在我们女民警在开好房 跟他联系 等了他一个小时之后 他突然发了一条短信说 他客户那里要有一笔很急的一个生意要谈 他已经坐他的什么 开他的私人飞机到东京去跟客户谈生意去了 之后 民警主动邀约 而林海南却以各种理由拒绝见面 在KQ上的聊天也逐渐变少 似乎有所怀疑 民警只好放弃这个QQ号和房地产公司财务的身份 接触失败了之后 我们再也不敢贸贸然的再用换一个其他的身份 主动的去加他的QQ号 相信他也不会说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同时加几个这样相同类型的那个女孩子 此时对采注市场遁守的工作也毫无进展 究竟又该从何查起 侦破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照理说他如果他是一个那么老手的那个感情骗子的话 他不可能说就只骗了这一个人之后 他就不再继续骗下去了 2014年11月14日 案件终于有了新的转机 110内正好有一单警情 桂林的张小姐就是打电话110报警 报警说他被一个自称叫林海南的男子 就是说骗来房层港 跟他开房 开房了之后还被骗了200块钱 林海南的再次出现 令民警们有些兴奋 侦察员很快与张小姐取得联系 得知两人也是在某郊游网站上认识的 而林海南的网民仍叫南海长城 更令人惊讶的是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男人使用的账号 竟然是孟女士之前所使用的 其实当他和孟女士相互约定 说要那个互相注销ID的时候 孟女士是真正的把林海南的 那个账号给注销了 而林海南呢 拿到了孟女士的账号之后 只是修改了一个名字 把密码也改了 等于是改头换面 去寻找那个女性受害者 这个发现令人惊喜 如果通过该交友网站 与林海南接触 他应该不会有所怀疑 根据林海南选择目标的条件 专案组为其量身定制的一位女会员 27岁 做海产品生意 加进殷实的女老板 果然 这个男人很快就主动找上门来 他就主动的发消息给我 说要跟我成为好朋友 很快的呢 他就主动的问我要了QQ的号码 然后这样我们就开始在那个QQ号 QQ上面进行接触 没多久 他就主动提出说要跟我见面 之后林海南依然提出固定的三个条件 汲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这一次民警并没有爽快地答应 作为女孩子 你第一次见面就去开房的话 一个正常的来说 可能会稍微就是说 犹豫一下或矜持一下 我就跟他说 如果我们不满意的话 就是你不能强迫我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那种随便的女孩子 他就说 嗯好好好 那你等着我 等会我就那个叫我的司机开车 搭我下来 林海南果然很快上钩 这一天是2014年12月3日 黎孟女士报案过去了整整半年时间 经过分歧 侦探员们认为 此次嫌疑人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大 于是便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9点整 抓捕组将车停在指定酒店附近 等一下的话 我就想去开好房 如果一切都正常化 我就打电话给你们 你们两个之后再进到我房间 那时候我把房号也给你们 你们的话就在下面就注意看一下 看看就周边有没有什么可疑容物啊 好 等你电话啊 按照林海南的指示 女警工心用身份证在前台做了登记 随后进入房间 在观察周围并无可疑情况后 两名男民警按原定计划进入了房间 等待嫌疑人的到来 那中央啊 那些人有时候准备可能15分钟 所以可以到我们这里来 你看一下下面的兄弟 看一下 你让他注意一下吧 周边可疑的人啊 车量啊这些都注意一下吧 之后我又通过QQ跟他聊天 他说他需要我也把我自己的那个 真实的那个手机号码 还有真实的那个那个姓名 也都给了他 谁啊 啊啊啊稍等一会儿 是林大哥吗 是的 你怎么长这么大哥 你不是说你才去年轻市吗 林大哥 你也知道网络上面的东西 都是虚拟一点 女民警的解释 让男子放松了警惕 欣然进入房间 然而死之的他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已插尺难逃 坐着啊 我去赶紧下水泡街场 你走到这边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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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们干什么 将酒店前台做了最后的确认 林海南终于打消了疑虑 前来赴约 最终落入法网 叫什么名字 我带卢士兴 哪里啊 我不是带卢士兴 什么新加坡 哪里啊 我带卢士兴 你带卢士兴 那 去 在卢士兴的家中 警方搜出了各种银行的银行卡 共八张 而每一张都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开户的 据卢士兴交代 这些全是索片的女性受害者给予的 在民警搜查的过程中 房间里还有一个女人 她目睹了这一切 却依然镇定平静 这个女人是谁 她和阮士兴又会是什么关系呢 我对不起 一定记得我 我们孩子上班的时候 我说的话 我说以后 我是提立即后话 原来 处处行骗的骗婚男阮士兴 竟然已经有了妻子 两人还育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 我们从他老婆嘴巴里面听到的 居然不是他的那个真名 对妻子都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 阮士兴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在随后的搜查中 警方找到了答案 收到了一个那个香港居民身份证 还有一张 就是一张纸的那个香港读册登记的 那个结婚证 在这两张证件上 阮士兴用的全是假名 很显然 对于家中的女人王女士来说 这一切也是一场骗局 阮士兴的人生经历中 写满了谎言和欺骗 而他把深埋心中的所有恶意 都归结为 对于名利的强烈渴望 他说 这一切都源于自己在 武北阳西老家 所遭受的一次创伤 1988年的时候我发了飞机合并 我受到当地人残酷虐待和那个歧视 他们吃饭不愿意给我一吃 那个讲话远远地站着 都没有人理我 那时候我就发誓 我以后要干居一番轰轰烈烈事业出来 一次并不特别的冷遇 竟然让阮士兴的心理发生激变 为了出人头地 阮士兴从湖北到深圳打工 当过保安 工人 服务员 而在他看来 这些工作完全不适合自己 老板说吵你就吵你 老板说他关闭了公司就关闭了 那些都没有找到一份很像样的工作 在工作中 阮士兴始终认为自己怀才不遇 在生活中 由于经济条件不好 也没交找女朋友 于是便想着通过网络来寻找女友 2009年4月 他在交友网站上认识了王女士 我在网上看到了他 只有两个人联系 联系后 他就感觉良好 他就立即通知我来深圳 来那个方程港见面 5月的一天早上 王女士前往长途汽车站 等待他的一中人 两人见面后相互感觉很不错 阮士兴便留在了房城港 那个时候 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香港商人 如果我说我是香港商人 这样对他能维护他的形象 他在他的同事 的群众 是吧 就会被人家看得起 是吧 他就说他是有个产的神圣 不止神圣 世界各地 对待王女士 阮士兴仍然是固定的三个条件 而他说这一切皆是按照大师的旨意来办 所有的一切都是大师手 大师手的 每走一步都是 阮士兴在家中经常抱着手机发短信 他的解释是在处理公务 这一切更让王女士对他的身份深信不疑 因此 即使阮士兴没再离开过房城港 王女士也相信 他的工厂是由高管在打理 遇到一个条件如此好的男人 对自己的关心照顾又无微不至 王女士打心眼里高兴 暗暗地认定 这是自己能够托付终身的对象 就是会许行问 就是细心 而且永远不会跟你吵架 于是 王女士按照阮士兴的要求 将工资卡交给他保管 自己要用钱 才向阮士兴索要少许 我的钱存在他身上 你就已经心甘情愿 把自己的钱就交给他 是的 爸爸出事那天 我公司里面的钱 就剩一个月的工资了 四川住都是他的 就一茶一饭都是他提供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每每谈到结婚的问题 阮士兴都会以各种理由 堂次过去 直到四年后 王女士为阮士兴 生下了一个女儿 眼看着一切将被揭穿 阮士兴这才花钱 找人办了一张假证 对这张没有照片的结婚证 王女士没有丝毫怀疑 然而 婚后阮士兴却并没履行 将婚前花费全处返还 并打88万里金的约定 当时结了婚之后 又找另外一个理由来 就来推过去 他又说 那个大事又说不能花钱了 这之后 王女士提出买房买车等要求 均被阮士兴以各种理由回绝 他才隐约感觉自己被骗 但却最终选择留在阮士兴的身边 你生活了几年嘛 你说一下子离开他 或者怎样的话 又舍不得那种啊 那再相信一次吧 总是这样子 说服自己嘛 可是 林王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死心塌地 跟随着男人 还在以同样的方式 欺骗别的女人 警方调取了阮士兴手机的聊天记录 发现 与他同时聊天的 还有好几个女人 都是29岁以下单身女青年 并且经济条件优越 诈骗手法如出一辙 其中有三人均以见面 他们确实是爱我是吧 他才是我身上发现 那么多新加坡华人 在网上 为什么别人找不到他 只有我找到他 昔日所谓的雄心壮志 此时已经变成了阮士兴 诈骗得手后的自吹自擂 这个一无所成的男人 只能编造一个又一个故事 诱骗懵懂无知的女青年 以此填补自己的失落和空虚 但是 在孟女士向警方报案之后 阮士兴拙劣的骗局 终于到了收场的一刻 爱肯定是不爱的了 你说问我恨他吗 但是我也不恨他 真的 要不是我当初有点贪婪 虚荣心 也不会这样是吧 很多案件的嫌疑人 为了隐藏的各个生活 会使出种种的纪妙伪装自己 也许在这期小女馆的案件中 别人的眼里的我就是这个 就在刚才 有一个黑影闯入这个新婚夫妇的房间 又迅速逃离 而在这两个人看 作为一个单身女 我的确很快 说说吧 为什么下来的比我还快呢 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您是 跟您一样 做古董买卖的 专门盯人手上的桌子 行了 别装身弄鬼了 进我房间的就是你 至少现在我没有办法证明读书 大哥 你到底是什么人吗 我是警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